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的莫奈 雷洛阿和德加等等 好 那么从这一张幻灯片封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好像那个调色盘就被直接搬到了画面上 但实际上呢这不是调色盘 这就是印象派画家们的画面 他们的画面就是有这么丰富 这么五彩斑斓的色彩 非常非常的吸引人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关于印象派 好 我们看这段话 那么印象派呢 它其实之所以在艺术史上可以鼎鼎大名呢 实际上呢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在讲19世纪法国安格尔的时候 当时我们已经提出了 那么照相技术的出现 也就是照相技术 为什么会在印象派的时候 绘画的技巧和风格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 那么是因为照相技术出现以后 画家们恐慌了 画家们发现 摄影技术已经完完全全的威胁到了他们的职业 包括安格尔最后发出的那个感叹 安格尔觉得他怎么样细腻的去描绘那个画面 都没有办法超越于摄影技术 所以呢这样画家们就开始在探索 那我们要用什么方式来画画 什么样方式画出来的画是摄影技术达不到的画面 所以他们在这一块呢 进行了很多很多的探索 好 我们看这段话 他说印象派是在纯技术角度和绘画方法上 对传统绘画艺术的重大突破 他们探索光照在自然物体表面 是说引起的持续变化效应 认为绘画以光的产物色来作画 大家看一下 因此色彩是绘画的主要元素 而且呢他们创立了自文艺复兴以来的 幻觉写实艺术的结束 和以形式与结构为中心的新艺术观的开始 所以我们这里非常刺激的是 从文艺复兴开始 达芬奇所创立的这样的一个 几百年来人们所一直坚持的 这样一个透视和写实的这样一个技法 然后在印象派的时候被打破了 因为他们开始探索 照相所不能表达的东西 好 那么这段话在谈到 他说以物体的光线和色彩 好 这里呢我要稍微解释一下 比方说 因为如果说颜色呢 我们很容易会认为 比方说我现在穿的这件衣服是米白色 好 它的固有色是米白色 是不是 就是它本来的颜色 可是如果说假设啊 如果我现在旁边我靠近一面大红色的墙壁 那么我这个衣服上肯定就会显示出那个红色墙的硬色 对吧 那是不是环境色发生了变化 我这个红色这个固有色就发生了变化 好 如果说我现在呢 所在的房屋的这个灯光 因为它是模仿了自然光 白光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的衣服的固有色是白色 米黄色 好 可是如果这个灯光换成了蓝色 那么整个房间的灯光是蓝色的话 那么我这件衣服就一定会呈现蓝颜色出来 所以就光源发生变化 以及环境色发生变化的时候 我们自己身上 或者说我们看到的那个物体的固有的颜色 是会发生变化的 所以印象派画家就在研究 这个物体的颜色 物体本来的颜色 因为环境 因为光源 或者因为其他原因 所发生的这样的一些变化 所以这样呢 他们会把这个变化 把这个光线可以非常微弱 或者非常敏锐的去捕捉 非常细腻的这样一种色彩表达 好 那么这样呢 这些画家呢 有马赖 莫赖 雷洛阿 德加 希斯莱和毕萨罗等等 然后他们呢 都成为了后来印象派的非常著名的画家 而且有一点要让大家注意的是 当他们最早出现的时候 马赖 印象派等等这些画家 他们的画作是受到了我们前期所谈到的 那个皇家美术学院的院长 就是安格尔的极力反对 因为安格尔这个时候呢 年事已高 而且安格尔呢 认为他的绘画呢 就是绝对的权威 那种唯美极美的表达 他确实很美 可是呢 当一个不同的新兴的一个艺术样式出现的时候 安格尔是不遗余力的去打压他 所以说当这个 就是当一个艺术家 当他能够代表权威的时候 所以说他其实这里面会有一个很危险的 就是所有的新兴的事物都被他所抵制 好这样呢 当时的马赖莫赖等等这些画家 他们都没有办法在官方举办的沙龙里去展出他们的画作 后来他们就很不服气 他们说好 那我就自己为自己办展览 所以这样呢 这些画家就集结起来 然后他们大概在持续12年的时间里 差不多每年都为自己办展览 所以这样呢 就开始诞生了印象派 就是印象派 就是这样而诞生的 所以他们是非常有勇气 非常敢于变革的 这样的一些艺术家们 好下面呢 我们首先从马赖的一幅作品 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看看在这幅作品里 绘画怎么样区别于照相技术 可能第一眼看上去 你会觉得 还算古典对吧 还算是偏古典 因为画面的整体色调呢 也算是以身中色为主 好 这里呢 马赖呢 画了他和他兄弟两个 然后呢 结果呢 他们和一个赤裸的女性 在一起 跑到郊外去野餐 结果这幅画呢 当时画了以后呢 就引起很大的争议 为什么 因为这位女性 一个呢 她赤裸着 然后和两个衣冠处处的绅士 大家看 如果这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场景 你会是不是觉得很诡异 然后还有一个呢 这个赤裸的女性 是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位交际画 就是所有人都知道他是谁 所以当时呢 这种画作是绝对不能在官方沙龙展出 可是呢 当时呢 拿破仑三世呢 为了安抚民心 他就举办了一个洛选沙龙展 结果呢 在洛选沙龙呢 这幅作品就展出了 结果拿破仑去看的时候呢 拿破仑三世去看的时候 就非常的气愤 甚至想用鞭子去抽打这幅画 然后他说 从此以后再也不办洛选沙龙了 因为这些画作 确实触动到了 他们的这样的一些权威 以及艺术 以及当时的这样一个 官方流行的 这样一个艺术权威 为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好 不光是人物之间显得不和谐 然后我们看这幅画的透视 我们从透视技巧来看一下 中间的人物啊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平视的 如果你去盯着这幅画看 你就会觉得 他和你在一个水平线 和你眼睛差不多平齐的地方 好 那么按照近大远小 远处的物体往远延伸的感觉的话 那么远处的这一位女士 她其实应该也是平视 对不对 因为一个画面 如果只要符合于一个透视中心的话 可是这个女士明显是仰视的 我们是在仰视她 她没有在 她们按照那个透视的消失 她应该是往底往下 并且有点小一点的 她的这样一个 一个透视技法 好我们再看近处的景物 这些是不是明显的是俯视的 因为如果画面统一成 一个透视中心的话 就不管哪个地方出现的景物 应该全是平视的 所以这样就导致这个画面 出现了至少三个透视中心 好那我们问一下 当时的摄影技术 能够达到这样的吗 不行对不对 摄影技术当时你怎么照 你都只能够是一个透视焦点 当然我们现在的摄影技术 是可以达到 因为我们有特技摄影 可是那个时候不行 所以画家在用这个方式 来区分于传统绘画 好但是我们看一下 这幅画当时是引起了 薛然大波 包括安格尔他们也都 绝对不能接受 这样一种很叛逆的画法 可是呢我们看一看 在中国传统绘画里 比方我们看一幅 最著名的作品 清明上河图 因为清明上河图是一个长卷 所以我们这里分三节来展示 那么清明上河图 它就如果说这个清明上河图 只有一个透视中心 它无法画出来 对吧 这幅画 因为它描绘了一个 很热闹的一个小城镇 清明上河图 然后呢 从郊外 从郊外 然后一直画到市中心 然后再画到河边 那么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走向 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多的透视中心 把它集合起来 我们才能表现一幅这么宽广的 这个画面的地域宽广的 这样的一个题材 所以这里面是绝对的闪电透视 绝对有很多透视中心 而且呢 过去中国的很多传统画画里面都是这样做的 一直是这样做 可是西方不是 所以说中国 我们在中方传统画画里早就已经开始这样的 透视激发 好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当时的草地上的午餐呢 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好 下面我们再给大家看一幅印象派最著名的作品 也就是莫赖 莫赖的作品 那么莫赖的作品呢 日出印象 好 我们看这一幅画作 好 这就是日出印象这幅作品 日出印象呢 它其实描绘的是日出的时候 那个港口湖边的这样一个情景 结果这幅画呢 就会显得很模糊 很朦胧 你甚至觉得这是草稿没有完成 所以当时呢 这幅画一出来以后呢 就会受到更强烈的抨击 然后人们觉得印象派连形都没画准了 可是我们前面在那段话里面讲到印象派的绘画师 他不注重形 他注重的是形状通过光线的照射 通过大气的反射出来以后 他的颜色变化 所以他注重的是色彩发生了什么变化 而不是形状发生了什么变化 好 所以这是他们的关注点 画家在观察这个世界的方式 就已经开始不同了 所以这幅画当时出来以后呢 其实呢是被受到指责的 然后呢人们说 这幅画呢 这个凌乱的笔触 然后简直什么都没有看清楚 简直就只是一个印象而已 那么刚才我说的呢 是当时的一个法国的一个评论家 在报纸上的一篇文章里指责的 好 结果印象派画家看到了以后说 嗯 好 印象这个词用得很好 我们就是要表达这个东西 我们不要表达形状 我们就是要表达一种感觉 感受和色彩的印象 然后他们就把自己称作印象派了 所以日出印象这个画 为什么会这么著名 可以说他开创了一个印象派的开始 甚至是名称的由来 好 但这里呢 我给大家看一句话 他说论画以形式鉴于儿童林 好 有没有人知道这是谁说的一句话 一定是中国的一位古人说的 对不对 他是书士说的 好 书士为什么要说这句话 因为当时呢 有一些西方的传教士 来到了中国 然后他们呢 就看到了东方人是这样在做画 看到中国的泼沫山水血液 真的没有形啊 跟他们所习惯的 那个西方的那种写实的那种形状的这种立体的描绘完全不一样 所以当时有些西方的传教士们就没有办法理解中国会画 他们就说了一句说 中国人不会画画 他们连形状都搞不清楚 连形状都画不准 好 书士结果就说了这句 论画以形式鉴于儿童林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评价一幅画好或者不好 你只是以像不像 形象准不准来评价这个画 那你就跟小孩子的见解是一样的 我们看很多小孩子在画画 如果他画得好 这样就说哇画得好像 嗯画得真棒 如果他画得不像 他很有想象力 天马行空的变形或等等 可能家长因为看不懂 所以他家长就会说 哎呀这画得不像 好像不好吧 所以说呢我们会基本的 就是一个 就是出于一个基本的 这样的一个对于像和不像的理解 但其实他停留在一个 很肤浅的程度 为什么呢 好我们下面看这一幅作品 这幅叫做《泼墨仙人图》 这是宋朝的梁凯的作品 所以我非常喜欢梁凯这个花架 我觉得他有一种诙谐和幽默和洒脱 在他的画里面 好我们看这个仙人图 仙人图 然后这个仙人图呢 我们看一下他的衣服 寥寥几笔泼墨 一下子就一气呵成 对吧 他的衣服就马上就被 把仙人的这种洒脱表现出来 但是最有意思的是 我想给大家看一个放大图 好我们看一下仙人的放大图 好我们看一下 仙人的五官 然后我们把他的五官再放大 放到这么大 放到这么大的时候 这么近的距离 我说这是鼻子眼睛耳朵 或者是鼻子眼睛眉毛 你觉得像吗 当你盯着他看的时候 你觉得完全不是 这就是一堆标点符号 对不对啊 然后你觉得根本就不是人的五官 那你说他画的好不好 是不是非常不好 可是不一定啊 对不对 可是你再来看这幅画的全图的时候 你会觉得他其实画的非常的好 好 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幅 太白形影图 好这一幅呢 太白形影图 也是两开的 我们看一下啊 好从面部来说啊 从面部来说 我们看 李白的形象比刚才的仙人图 要好一点对吧 要稍微具象一点 可是我们看一下李白的身体 是不是一气呵成啊 是不是一气呵成 好这和真实的李白像吗 绝对不像对吧 那这我们知道 李白是个什么样的性格 他是酒仙对不对 他要喝了酒喝高了 然后他才能够做出很 很有意境 很有味道的这样一些诗 诗作对不对 好那么我们看到这样一气呵成的 这样的一个身体的描绘 像不像李白的这样一个 对他一个人格的那种意境的描绘 对吧 好然后我就以前在课堂上 我们讲到这幅作品的时候 有同学开玩笑 说哎呀这幅画的太好了 他为什么太像李白了 他说你看李白就踩着滑板车 就来到了我们教室 然后是不是真的很像踩着滑板车 对不对啊 好 所以在这样的一些作品里面 你说他像不像 他不像 你说他好不好 他绝对的好 好所以说再回过头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日出印象》这幅作品 他其实有没有一点 类似于我们在中国的这种绘画里面 所以传达一种意境的表达 虽然他的形象没有那么完整 没有那么的像 有些人甚至开玩笑说 这幅画桌上面唯一最像的就是太阳 最后太阳的形状是最准的 可是大家看一下 在早晨雾气弥漫的时候 太阳也还不是很清楚 刚刚升起一点点的时候 你真的能把港口的景色看得那么清楚吗 你不可能 如果你看得那么清楚 描绘的那个 它其实比较假 对不对 这就是当时的一种朦胧的感受的记载 对吧 它就是这样一个表达意境的 这样的一幅作品 好 那么在这个作品当中呢 像我记得以前呢 有一个有同学呢 其实问过的一些问题很有意思 然后他曾经问过 他说那么日出和日落的色彩 到底有多少的差异 这个问题当时真的把我问到了 我说是啊 大家在描绘日出和描绘日落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看到 红红的这个云朵呀 霞光啊 云彩呀 包括湖面上的泛的那种红色的光 但是你在日出和日落的红 有什么区别 它们有什么样的微妙变化 其实这个真的是值得 我们可以去想一想的问题 然后其实让我最感动的是什么呢 大概在上学期 上学期其实我们上的是网络课程 因为疫情的原因大家都待在家里 然后我们在网络课程上 我们提到了 讲到了这一幅作品 结果呢 后来在论文当中 有一位女生她写到 她说因为 也正是因为疫情在家里 所以她当时听了印象派以后 她当时真的很好奇 她说我真的很想去亲眼再去看一看 日出的太阳到底是什么颜色 日出的太阳到底是怎么样的 那个景色 然后结果呢 她说大概那个时候就是三月份 还是四月份 四月初吧 结果呢 实际上呢 她就以为早上应该不是很冷 她就骑着她的小电驴 她说她骑了两个小时 然后去看日出 从她家住的地方 结果呢 她没有想到 那天早上有那么冷 但是呢 她最后真的坚持 起了两个小时 然后去看到了日出 然后她真的去感受了一下 这个日出的时候 这个太阳的红 太阳的变化 然后包括在太阳开 刚开始没有升起 刚开始升起 然后到最后完全升起的 整个这个太阳变化的过程 然后她当时给我描述 这个过程的时候 其实我真的很感动 特别她说 她冒着寒冷 起了两个小时的小电驴 因为可能那个时候 早上比较冷 白天的时候还好练 因为是四月份 所以她当时 谈到这个情景的时候 我真的是很感动 很感动 后来呢 我也想到 包括我们以前 有同学问到的 包括日出和日落的太阳 我想既然 如果你提出了这个问题 那么你可不可以 亲眼去看一看 早上的日出 和晚上的日落 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 亲身的体验 去感受这个色彩的 和景色的 这样的一个变化 好 所以讲到这里呢 我真的很鼓励大家 我们能够自己 有一些亲身的 这样一个对色彩变化的体验 然后我也很希望 每一个同学呢 你能够通过你的各种方式 你去观察日出也好 或者说你在白天 或者什么时候 你去观察一些 在太阳光线之下的 或者说一些环境变化的时候的 这种色彩的变化 然后呢 你也可以把它写成感想 然后到时候呢 发到我们的课程的 这样一个讨论的 那个群柱里面 好 也希望有同学可以真的去亲身体验一下 好 那么今天的课呢 我们就先 以莫赖的这样的一个日出为主呢 给大家做了这样的一个介绍 但是呢 莫赖呢 在印象派画家里鼎鼎大名 他的作品绝对不止日出印象这一幅 所以下一节课呢 我们还是讲莫赖 我们还会有两节课的时间来讲莫赖 然后我们再看看莫赖的其他的 这种丰富多彩色彩的作品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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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